所有档案 然后呢 再做什么 做后面的事情 所以刚刚那个 我是丢到第十一 不过现在是丢到Files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盖过去就好了 Files 然后这边也叫Files OK 所以记得 第一把这个打上去 应该不难记吧 他特别注意 因为OS.work 他一定会丢回来三个东西给你 所以你不能说只接一个 不行 他一次会给你三个 所以你要接三个东西 这是他的规则 因为我看他官方的说明 他会丢三个给你 你就要给他 就是三个容器就对了 OK 三个变数去接他 这个是规则 他里面就这样子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就一个来接他 不行 以后前面如果那个三料 他就是 变成他给你三个 你只有一个 就接不到他就错了 OK 这是他的规则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file拿来用 其他就没有要用了 所以如果未来 你的目录里面 还有纸目录的话 你也要那个纸目录的名称 你就是再把 DIRS拿来解析 拿来串接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的目录里面 又有很多的目录 然后目录里面又有很多档案的话 有没有 很多层 你可以就 可以 再继续往里面搜寻 然后继续串 不过那个已经相当复杂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目录里面还有目录 可不可以算 可以 那你再去解析 DRS 目前我们先不要那么复杂 因为我发现 这样已经 对有些同学来说 已经负担很大了 如果这个OK 其他大概应该OK 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一样怎么样 就是把它读进来 然后写出去 合并完成 并且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我看先不要开 每次跳出来 感觉有点怪怪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OK 基本上 Print它 OK 看一下结果 合并完成 看一下结果 没有OK 八十几K 82K 打开 不过感觉 怎么从中立开始 中立 那一个在 第二个 第二个 OK 所以你看吧 要很细心 这边要输入0才对 为什么刚刚E 因为我们跳开 DIR 对 TST 对 刚刚有多一个 所以我们从E开始 那现在的话 因为它 第一个是三重 所以刚刚如果漏掉这一个 那就不对 所以再跑一次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输出 看一下 86了 所以86K 应该OK 打开如果是三重的话 那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 懂了一种 不过 我觉得以后 你想说 老师那写哪一个 比较OK 其实好像写这个 比较正规 刚刚那个第一个方法是 刚好我最早想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写法 不见得你一次就可以写到 最到位的那个方法 你就慢慢慢慢在修正 反正先可以求 事情可以解决 然后再慢慢想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不会 OS.work 对不对 然后突然又会了 那就用比较正规的方法 解决问题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个写完之后 可能就要再给各位一个题目 就是说 如果因为工作里面常常都这样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然后资料就是合来分 合来 再来就分 分再合 合再分 反正经常就是给不同的人 给不同资料 给月上面的又要完整 给下面的又要分割 所以有时候要分 分完就要合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 可以帮我把什么 在后面改写 后面又要再加一点东西 请你帮我把O合并之后 把旧的删掉 所以只剩一个O OK 应该可以做 然后呢 再回过头来 再把O分割完 再把O删掉 就是怎么样 让它 合并完 合成O O O再分出去 就会又恢复成原来 比如说三重 中立 峰圆 一堆 OK 所以有点难的啦 不过其实这就工作上 会遇到的状况 模拟一下 比如说 合并了 那我们假设 那我们假设未来还需要把它 就是合并完的其他档就删掉 那我要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这个O再把它分割出去的话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把它再分割出去 那分割会不会很难写 其实这想想看 诶 怎么 合 怎么分 这个想想看 因为这一个方法 当然这也是有同学提到说 老师以后我需要做档案分割的话怎么做 这个就好问题 不过就是要想想看怎么做 试试看先利用 always.work 把那个里面的档名跟副档名丢到 files 然后再根据 files里面的东西 分别把它合并完成 不过跟刚刚差别是 我们就不用避开第一个 我们从第0个开始 因为第0个就是三重 给试一下 拿来 试一下 然后 给试一下 的 好 好 阿